鏡頭回到國內一起要看到 是在台中有一名毒品通緝犯 因為騎車違規被攔查 想不到他卻加速逃逸 躲進了民宅裡面 警方上前追捕他還亮刀威脅 社群現場連線給記者許惠銘 男民員警跟到民宅跟男子喊話 訴求就情 不過對方情緒仍然相當激動 過程當中還掏出了折疊刀 當場跟警方對峙 22號傍晚台中潭子分住所的員警 在福潭路看到這一名男子騎機車轉彎 沒有打方向燈 上前進行盤查 想不到下一秒他卻騎車逃逸 後來躲進了民宅廁所內 一度還亮刀鋸過 好在最後成功家人壓制 沒有人受傷 馬屬正敗 43歲的陳姓男子 因為毒品案被通緝 他一開始變稱不記得身份證 字號要等媽媽拿身份證過來 警方準備要把人帶回派出所查驗身份時 他卻神色緊張後來展開逃亡 警方持續追捕 陳姓男子眼看逃不了 還拿到威嚇 索氣憑著優勢警力 把陳姓男子制服 帶回警局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